其实帕洛西从马来西亚抵达台湾的七小时航程当中 在飞行轨迹上面网站上全程直播 甚至全球有70万人是同步来观看 对此现在就有中国网友分析哦 他说这次帕洛西可以抵达台湾是马斯克的星链 屏蔽了中国北斗卫星 证明美国的电子屏蔽能力远胜于中国